我们现在先试一下声音 声音画面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回复一下一 不是全屏 滋滋的电流很模糊 稍等一下 我退出重新进一下 稍等一下 现在好了吗 现在可以了吗 好了是吧 好 刚才很奇怪 可以了 还好 好的 我们马上上课了 今天我们继续往后讲 关于安全 职业健康安全与环境管理 讲这一部分 这是我们应该是倒数第二次课了 我们总共是安排了18次专题 马上我们的18次专题就接近尾声了 所以还没有来同学呢 赚紧时间了 我们这个大班课呢 很快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看看大家在我的大班课上 有没有一些收获 或者说对自己的学习啊 帮助啊 有没有一些影响 希望大家呢 在这个班次结束之后呢 也要继续学习 因为到现在 从现在开始到我们真正的考时间呢 还有将近半年的时间吧 所以说大家呢 也不要松懈 好吧 好 我们开始吧 好吧 各位学员大家好 欢迎来到环球网校 我是赵金凤 我主讲的科目是机电工程管理书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直播大班课程的学习 在正式讲解课程内容之前呢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上次课我们所讲到的关于进度的内容 我们一起来回顾啊 进度这一节呢 不仅是在一件里边 它会考察到 而且在二件里边的这个支点呢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我相信 不管你是学管理啊 我们的另外一个公共课也好 还是学其他的这个 食物科目的时候也好 这一节呢 都是总之跟进度相关的 都是非常重要的 对吧 那么在这里边 我们讲到了四个内容 第一个呢 是关于进度的类型以及划分 我们先来说第一个问题啊 进度它的类型 可以按什么来进划分 我问问大家一个啊 比如说按工程项目来分 有哪几个 第二个 按中期 来进划分 又有哪几个 先来说第一个 先来说第一个都有什么呀 按工程项目 有总 有总进度计划 对吧 单位工程进度计划 还有一个什么 分布 分项工程 进度计划 哎 然后按周期来进划分呢 然后还有一个是按专业来进划分 按周期的话就是时间了吧 年 年 季 月 旬 周 对不对 哎 这么几个时间啊 如果是按专业来进划分的 按专业的话 有什么啊 就是我们所学到的呗 管道工程啊 电器啊 通风空调啊 等等 这些是不是都是按专业来进划分的呀 哎 这许个 然后再有我们还讲到了关于他的这个表示方法啊 表示方法 我们说了有很多种 但是呢 在我们机店里面最常考的啊 最常考的 一个是横道图 然后再有一个呢 是双代号网络图啊 双代号网络图 然后这两个呢 这两个不管是双代号也好 还是说横道图也好 我们呢 一时要绘实图 那么再有一个呢 你要绘计算 啊 如果是双代号网络图的话呢 你要会计算他的关键线路啊 会找关键线路 会计算工期 那么再有一个呢 再有更深一层次的要求呢 是时差啊 那么在横道图里边 我们要会找他们之间的逻辑关系 除此之外啊 除此之外 我们还要注意 对于双代号网络图来说 我们讲到了他什么 优点缺点以及适用情况啊 优点缺点 以及他们各自的适用情况 先来说优点 优点都有什么呀 这个关于他的优缺点 我们在二件的2020年是考过案例的啊 问你这种表达方式 他的缺点是什么 这个缺点啊 我们在二件的时候是曾经考过的 一件呢 目前还没有考察过 但是不排除会有考察案例的可能 哪些 对啊 非常好 直观清晰 对 这是他非常大的一个优点 对吧 并且呢 能够很好的看懂编制者的意图 是不是 然后还能够反映 实际进度和计划进度 他们之间的一个偏差 这是他的一个优点 然后缺点是什么 很多同学给出来了啊 对 不能反映进度时间 不能找出关键线路 还有关键工作 不利于动态控制啊 还好 然后 那么他的适用情况是什么 肯定是缺点要比优点多一点 所以说他是只适用于小型的项目 对不对 适用于小型的项目 或者是大型项目的子项目 这是他的一个适用情况 也需要大家着重注意啊 好 然后这是第一个关于类型啊 然后再有呢 我们讲到了他的这个施工进度控制的措施 这个措施里边呢 首先第一个我们讲到了影响进度计划偏差的原因啊 这个原因其实是何因素啊 我们说了他呢 这两个很像 对吧 而只不过呢 这个因素啊 我们主要是从那几个参与单位 你比如建设单位 然后再有施工单位 还有什么 设计单位 还有供货单位 这几个角度来进行考虑的 那么如果是建设单位的话 主要是跟什么有关系啊 如果是建设单位的因素的话 对主要是啊 跟钱跟进度款相关的 对吧 哎 这是一个 然后如果是施工单位呢 那就是施工单位的管理能力 项目管理混乱 施工发案有问题等等 这些呢 都是跟施工单位相关的啊 都是跟现场相关的 然后再有一个呢 是设计单位 设计单位呢 就很好理解了 都是跟出图纸相关的 对吧 还调整了图纸啊 或者是发生了一些设计变更啊 哎 等等 都是属于设计单位 然后供货单位呢 主要是跟设备啊 材料啊 他能不能按时到达现场 然后到达现场之后呢 你还要看 他所供给的这些设备材料 是不是合格的 这是关于因素 而相比之下 这个原因呢 就比较琐碎了 对吧 虽然呢 也给出来了七条 至少是七条的内容 但是这里边啊 其实呢 就是把这 把这个因素里边内容呢 给他再进行细化了 对吧 首先第一条呢 就给出来了 各个参与单位 什么建设啊 勘察啊 设计啊 监理了等等 这是一个 对吧 然后再有呢 还有什么呀 比方说我们这个 建设单位提出了一些 新的要求 然后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呢 也是遇到了一些 不利因素的影响 然后施工 是不是也有施工单位 他自身的管理能力的 对不对 都是有的啊 如果这两个内容 你区分不出来的话 那么 再由他考到了案例的话 那你如果 确实想不出来了 那你不妨就把这两个啊 混到一起来进去做大 因为他们本质上的内容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对吧 这是一个 好 这是关于原因和因素 这是关于原因和因素 这两个点啊 看似很简单 其实我们在一件也好 二件也好 他是曾经考察过 先个选择题的 这是一个内容 然后呢 还有一个呢 是关于影响进度计划 控制的措施 这个措施呢 其实和我们 管理上所讲到的四大措施 非常相似 原则是一致的 对吧 这个点呢 我们曾经也是出过选择题的 有什么呀 组织措施 对吧 有技术措施 有合同措施和经济措施 那么组织措施都是跟人 跟制度 跟流程 跟会议相关的 这是组织措施 然后技术措施呢 方案呀 方法呀 施工机具啊 这些都是属于技术措施的内容 然后合同措施呢 变更啊 索赔呀 对吧 这些都是跟合同相关的 然后经济呢 跟钱相关的 将程 激励 都是属于经济措施 那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啊 把这些内容就擦掉了啊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呢 就是关于赢得值 赢得值法 这里边呢 会涉及到一些计算 这个计算呢 我们涉及到了三个基本参数 四个评价指标 以及他们各自的性质 三个基本参数 都有哪三个参数啊 这个点啊 我们曾经不止一次考过案例题 有什么呀 BCWP 以完工作预算费用 对吧 然后呢 以完工作啊 实际费用 计划工作 实际费用 对吧 BCWP BCWS 还有一个是ACWP 对吧 这三个参数啊 四个评价指标都有什么呀 对了 因为很多同学已经给出答案了啊 有费用偏差 进度偏差 费用绩效指数 还有进度绩效指数 然后他们的公式 各自的公式 求谁谁变 对吧 如果求的是费用偏差的话 我们说了 不管是求谁 都是以完预算总在前 就BCWP 它永远是第一个参数 放到这儿 BCWP 求谁谁变 这是以完工作的预算费用 这是求的是费用吧 所以说这个费用是变的 因此它应该是减去谁啊 减去以完工作的实际费用 所以应该是ACWP 对吧 这是第一个公式啊 注意他们公式 你可以记字母 也可以记数字啊 总之呢 你要记对 然后再 如果是进度偏差的话 以完工作总在前 BCWP 减去谁啊 求谁谁变 以完预 就是求的是进度吧 所以说变的是量啊 变的是量 所以应该是计划工作预算费用 应该是BCWS 我说了这四个公式 其实就是两个 你只要把这两个记住了 或者是这两个记住了 然后把前面的减后 变成除后就可以了 是不是 然后对于费用偏差来讲 那就是BCWP 就以完工作预算费用 比上以完工作实际费用啊 然后对于进度绩效指数呢 那就是以完工作预算费用 BCWP 比上谁啊 计划工作预算费用 BCWS 这是这四个评价指标 他们各自的公式一定要掌握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性质 如果减出来 费用的话 如果是大玉玲的话 说明什么 大玉玲说明 节约了 对吧 钱花少了 如果是小玉玲的话 说明什么呀 超支了 那肯定对于你来说是不利的 那么如果是进度 大玉玲的话 说明什么 大玉玲说明进度是比较快的啊 然后如果是小玉玲的话呢 说明进度之后了 就是大玉 大玉玲都是好事 对吧 然后放到这里啊 费用绩效指数和进度绩效指数啊 如果是大玉玲 这里都是大玉玲 说明什么 都是好事 大玉玲的话呢 也是费用 节约了 然后进度大一 同样也是快了 如果是小一 小一呢 说明什么 要么就是超支了 要么就是进度之后了 总之 大鱼 都是好事 对吧 那如果小鱼 那如果小鱼 0或小一的话呢 都是不好的事啊 这是关于赢得执法的三个参设四个评价指标 以及他们各自的性质啊 这个呢 是必须必须大家一定要掌握的啊 好 这是关于我们上次课讲到的进度部分的相关内容 我们就回顾到这里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往下讲啊 关于职业健康安全与环境管理 我们来看啊 这一节大家来看一下啊 知识点呢 总共包含四个内容 一个呢 是关于职业健康安全与环境管理 这里边呢 是到应急预案的相互规定 以及应急预案的实施 那么在这里边呢 我们在20年的时候考到了一个选择题 其实在这里边 它的点呢 是非常集中的啊 非常集中 那么再有一个呢 是关于职业健康安全和 职业健康和安全实施的要求 那么在这里边 大家要注意什么呢 一个是关于职业健康安全 这里边有一个分类啊 哪些属于这个物理的化学的等等 它的一些伤害因素 这个点呢 我们要能够区分 这个点 我们曾经不止一次考察过案例题 其实也是比较好掌握的啊 我们只要能够掌握其中三到五个 就OK了 不是说那么多东西 全部让你一字不拉的去掌握 这是一个 然后再有一个呢 是关于安全事故 这个安全事故呢 这里强调了一个安全事故等级的划分 这个点呢 同样也很重要 我相信这个点 不仅在实书里边有 在公共课里边 法律法规里边 还是管理里边都会涉及到 而且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内容 对吧 这个点同样很重要啊 会他会出什么呀 会出案例判断题 给出你人事啊 伤亡的人事或死亡的人事 还有直接的经济损失 告诉你啊 他给出你个具体的数字 让你判断 他属于哪个等级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一定要能够会区分出来 这是一个 然后再有呢 哎 这一块啊 非常核心的内容了 绿色施工实施的要求 绿色施工的原则 施工的要点 以及绿色施工评价啊 尤其是这个要点 这里边啊 不管是一件也好 还是二件也好 这个点基本上是每年必考啊 基本上每年必考 一会儿你可以看一下啊 一会儿你可以看一下 在这一块 他到底考了多少次 所以说他的考评呢 是非常非常高的 这是一个 然后这个绿色施工评价呢 我们曾经是在一年的时候 考过了一个案例题 这个点呢 我们也是要着重注意 然后最后一个呢 就是关于这个施工的这个措施 现成文明施工的措施 其实也是跟我们在进度里面讲到的四大措施 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啊 原则是一样的啊 就是整个这一节啊 整个这一节的一个考点概览吧 我们简单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啊 首先第一个 关于应急预案的分类与实施 那么其实大家来看啊 生产经营单位的应急预案 这里呢 讲到的是关于应急预案的分类 你看一下这个内容 如果啊 如果你这个管理一直跟着我们老师来学的话 这个点是不是相当于 已经看到就很开心了 因为非常熟悉 一模一样 对吧 所以哪几个呢 要综合应急预案 专项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 这三个内容 这个点啊 大家别小看这么三个内容 这个点呢 我们也考过选择题 是在二件的时候 它问你下列哪些不属于啊 这个关于生产经营单位的应急预案的分类 那么这三个块呢 你要能够给我掌握住啊 综合应急预案 专项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 这么三个内容 你看我们考了选择 也有可能会考察案例 这三个框给我掌握住啊 那么它呢 是按由大到小 或者是由宏观到微观 这样的一个顺序来进化分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每个来看一下啊 他们各自所介绍的内容都有什么 先来看第一个综合应急预案 一听综合应急预案 它说明它是一个什么呀 是一个刚领性的一个文件 对吧 是一个总的一个内容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相关的含义啊 它呢是生产经营单位 为应对各种生产安全事故而制定的综合性的工作方案 他都说了是应对各种生产安全事故 那么既然它面对的生产事故类型那么多 那么它在编写的时候肯定是一些总的原则 对吧 不可能分的那么细 这个呢 就是它的一个综合性的工作方案 然后呢 也是本单位对生产安全事故的总体工作程序啊 措施啊 和应急预案体系的一个什么 总纲 总之是一些非常概括的 比较宽泛的一个内容 这是一个综合应急预案 它的一个含义 大家呢 也需要着重了解一下啊 然后呢再来看第二个专项应急预案 专项专项 它是针对某一个项目的 对吧 哎 我们来看一下啊 专项应急预案 它是什么呀 生产经单位为对应某一种或者是多种类型的生产安全事故 你比如针对什么呀 起重吊装啊 针对焊接 针对这个高空作业等等 这就是非常有针对性了吧 某一种或多种类型生产的安全事故 或者是针对重要生产设施 重大危险源 重大活动 防止生产安全事故而制定的专项性的工作方案 针对性是相对比较强的了啊 然后再来看最后一个现场处置方案 一说现场处置方案 那肯定就更具体了吧 现场如果发生了一些这个突发的事件 我们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对它进行处置 你看啊 它是生产经单位 根据不同生产安全事故的类型 针对什么啊 具体的场所装置或者设施 所制定的应急处置措施啊 这是关于这三个应急预案的分类 这三个内容呢 大家务必务必要掌握 然后再有每一个应急预案 他们各自的含义 也是需要大家着重来了解的啊 好 这个屏幕有问题吗 我们的声音画面有问题吗 正常是吧 我看有些同学这个画面呀 和声音呀有点不同 不知怎么回事呢 如果大部分同学都没有问题的话 那说明可能是你这个网速的问题啊 我们赶紧刷新重新进入一下 好吧 不要影响我们正常的听课啊 好 那么我们继续往下看啊 说完了分类呢 然后我们接下来呢 就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检测周期啊 然后在这里边我们来看啊 这里边呢 其实涉及到了是一个时间 也是针对我们刚刚所讲到的 综合应急院 现场应急院和专项应急院 这三个啊 这三个内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 如果是综合应急院 或者是专项应急院的话 就是那个总纲 还有针对这些火灾啊 起重啊 等等编制的这种专项区院 那么它的检查周期是多长时间的 注意是每年至少组织一次 也就相对宏观的那个 它是要每年至少组织一次 而最细化的这个 就是什么呀 跟我们现场相关的 现场处置方案啊 它要每半年组织一次 注意这个组织检查的这个周期 第一我们在20年的时候呢 也是考过选择题 有些人说你刚刚考过选择题 肯定就不考了 我告诉你现在没有这么决定的内容啊 没有这么决定内容 所以说我们考过的内容 也是需要大家来着重注意的 没准啊 它会换一种形式 我们往年考的是选择 有可能今年就考案例啊 很有可能啊 这是关于这两个啊 这两个时间 每年说的是谁 应该是综合应急验和专项应急验 这两个是每年至少组织一次 如果对于现场处置方案的话 那是每半年啊 每半年 这是这两个时间 然后呢 我们再接下来往下看啊 再有施工单位 人员密集的场所 经营单位至少是每半年组织一次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的演练 哎 这里大家看到一个什么词 人员密集的场所 你看到这个词之后 你想到的内容是哪些 来我们简单回顾一下 人员密集的场所 很好啊 消防里边的对吧 特殊的特殊建设工程场所 是不是啊 我们简单来回顾一下吧 是不是提到了六组数字啊 这六组数字 我说了分为两类啊 一种是万元以上的 有三个万元会儿 对吧 然后还有三个呢 是万以下的 先来说他的临际值 那几个时间 最大的是多少 建筑总面积大于两万平方米 然后再有呢 是建筑总面积大于1.5万平方米 然后再有呢 是建筑总面积大于1万平方米 这是三个万元会儿 对吧 然后再有另外三个万元以下 都有那三个呀 建筑总面积大于500平方米的 然后再有呢 是啊 建筑总面积大于1000平方米的 然后最后一个是建筑总面积大于2500平方米的 哎 这几个临际值出来了 然后每一个数字 他们所对应的场所又是哪些 现在说第一个 建筑总面积如果大于2万平方米的 都有哪些呀 文体类的对吧 体育场馆呀 会堂呀 公共展览馆呀 还有博物馆的展厅 那么这几个呢 都是属于万以上的 这都是属于建筑总面积大于2万平方米的 这是第一个 对吧 然后第二个呢 建筑总面积大于15000平方米的是什么呀 给我们的出行相关的海陆空 还是什么呀 客运码头后船厅 路呢 是客运车站后车室 空呢是民用机场的航站楼 这三个啊 然后再有呢 建筑总面积大于1万平方米的是什么呀 吃喝逛街的地儿 哪些呀 宾馆饭店商场市场 这么四个对吧 然后再有另外三个万以下的 先来说这个最小的 这个也是最好记得吧 建筑总面积大于500平方米的是什么 一些休闲娱乐场所啊 然后再有呢 建筑总面积大于1000平方米的 是什么呀 中小学 要老又病残弱 是吧 然后在这里呢 重点给大家强调的是中小学的啊 教学楼啊 宿舍呀 食堂啊 这三这几个呢 是归道建筑总面积大于1000平方米的 如果说是大学的啊 大学的教学楼宿舍食堂 它就是属于建筑总面积 哎 大于2500平方米的 哎 这里的人员密集场所 就跟我们前面消防里边所提到的这个特殊的建筑工程联系起来了啊 你呢 你不要把这里啊 如果给你具体化了 你就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了 一定要注意啊 这些内容呢 他里边涵盖的 就有哪些内容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点啊 这里呢 也是设计到了一个时间啊 施工单位 人员密集的场所 经营单位 应当至少每半年组织一次 人员密集场所 他本身如果一旦发生危险的话 他是非常不容易逃生的啊 所以说这个呢 我们要每半年来进行组织一次 注意这个时间啊 这里提到了两个每半年 然后两个每年 这两个每年呢 一个是生活应局 然后再有一个呢 是专项应局啊 这两个时间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然后除此之外 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啊 并且呢 将严令情况报送给谁啊 报送给哪一级呢 注意是县级啊 县级上地方人民政府 不有安全生存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这是这里边所提到的这两组数字 然后再有严令评估的效果 每几年进行一次呢 注意啊 是建筑施工写应的 每三年来进一次应局预案的评估 你光演练也得有评估吧 那么评估一下 看看我们的这个方案是不是正确的呀 哪里需要改进呀 等等 这里边所提到的这个时间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相对习题 关于施工单位应局预案演练的说法 错误的啊 注意问的是选错误的 我们来看 每年至少组织一次 综合应局预案的演练 这个对不对啊 对不对 正确的 除了这个综合应局预案 是每年至少组织一次以外 还有哪个呀 还有一个是 专项应局预案 对吧 这两个都是每年至少组织一次 而另外两个每半年的是哪个呀 一个是现场处置方案 对吧 然后另外一个呢是施工 还有这个人员密集场所 人员密集场所 它的安全事故应局预案是 每半年组织一次 这两个是每半年啊 所以我们来看啊 错误的 A每年至少组织一次 综合应局预案的演练没有问题 然后B呢每年专项应局预案 也没有问题 对吧 这两个都正确的 然后看C 每半年组织一次 现场处置方案 正确吧 然后最后一个 每年至少组织一次 安全事故的应局预案 演练 应该是多少呀 应该是每半年啊 这个时间错了 所以错误的选D啊 好 然后看下一题 这个呢 就是我们在20年的时候 考得过的一个选择题啊 施工单位应局预案 体系组成的文件 不包括 不包括什么呀 我们说有三个 综合应局预案 专项应局预案 和现场处置方案 综合 专项 专项施工发 不是专项施工发 而是专项应局预案 和现场处置方案 所以不包括的 应该是选C啊 选C 对吧 这个点 白给分的啊 好 这是我们给大家讲到的 第一个点 其实主要讲到的是 关于应局预案 它的一个分类 以及它的一个时间的问题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第二个啊 关于这个职业健康 和安全实施的要求 那在这里边呢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啊 关于安全生产的组织 这个安全生产的组织 那么在这里呢 其实主要强调了项目经理 它的一个责任啊 关于安全方面的 我们来看啊 应有应成立由谁呀 由项目经理担任组长的安全生产领导小组 根据生产实际情况 设立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部门 并且呢 足额配备专职的 注意是要配备专职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那么在这里主要强调了谁呀 项目经理啊 还没有完 然后呢我们再接下来往下看啊 那么这个人员的配备 前面说了要配备专职的人员 对吧 那么这里的配备呢 一个是总承包 那么再有一个呢是分包 而总承包呢 它是根据什么来进行配备的呢 它是根据它的合同价和专业来进行配备的 就是根据钱 根据专业来进行配备的 那么这里边所涉及到的这个人数 我建议大家呢 以案例的形式来进行掌握 我们来看啊 如果合同价呢是在五千万元以下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呢是配备的人数不少于一人 如果是五千万到一个亿的话 那就应该是不少于两人 如果是一亿元及以上的话 它是不少于三人的 每增加一个党 它就增加一个人 注意这个人数啊 这个点应该不难吧 对对 好 然后 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啊 总包的 我们说了 它是按合同价和专业来进行配备的 而分包呢 分包它是按什么呀 它也是要配备的是专职的安全生产管理员 注意啊 不管是总包也好 还是分包也好 都是配备的 注意啊 都是专职的 而不是兼职的啊 一定要注意在这里 也会有一个小坑 分包单位 它的配备满自的要求 它应该是按工程量 也就是现场的施工人数来进行配备的 我们来看啊 专业承包单位 应至少配置一名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并且呢 根据所承担的分部分享的工程的工程量和施工危险程度进行增加 怎么来进行增加 我们来看啊 如果是施工人员50个以下的 如果是50人以下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应当配备一名 对吧 然后再有 如果是施工人员是500到50到200人的 也是再增加一个两个人 对吧 应该配备两名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然后第三个 项目施工人员如果是200人级以上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应该是三人级以上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注意啊 除此还没有完 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啊 并根据所承担的分部分享工程施工危险实际情况来进行增加 并且呢 是不得少于工程施工人员总数的千分之五 注意啊 如果啊 这不是200人吗 如果这个人数呢 施工人数达到了1000人 背景资料里边说配备了三名啊 配备了三名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问你这种做法对不对 为什么 对不对啊 不对吧 错了 是不是啊 那你对吧 肯定是错的 这里啊 考察的就是这个啊 不得少于工程施工人员总数的千分之五 所以最少呢 应该是配备五人啊 注意在这里边会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小计算啊 所以是一个千分之五呢 大家也不要忽略 那么在这一块他怎么考呀 无非就是配备的人员少了啊 跟他相应的工程量啊 或危险吸收 或者是施工的人员不对等 不匹配啊 或是他的工程的总包价格呢 是比较高的 而配备的人员呢 也是不足的 一定要注意每一个啊 每一组他们之间的一个一一对应啊 这是在这里考察的关于这个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一个配备的问题 也是要着重注意啊 这个点呢 我们在2011年的时候很久远了 我们曾经是考过案例题的啊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啊 关于安全生产责任制 这个点呢 我们在二件的时候啊 在二件的2019年 是考过案例的 我们先来看他是怎么说的 关于安全生产责任制 前面在讲的第一个小点的时候 我们就是不是就提到了 关于项目经理他所设置的一些职责 然后在这里边 我们一起来具体细化一下啊 我们来看啊 项目呢 他是应该根据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要求 把安全责任目标呢 层层分解到岗落实到人 因为我们知道项目上他其实有很多人的 对吧 所以说要把每个人他具体所负责的工作是什么 然后一定要具体到每一个人头上 那么这样的话呢 出了问题才能够追应到项目的责任人啊 这是一个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安全生产责任制必须经谁啊 项目经理批准之后来进行实施 也就是说在这里呢 一直在强调谁的作用啊 一直在强调项目经理 也就是大家啊 诸位你们在考过了鸡店啊 这一门科目之后啊 基本上这个项目经理的证书也就到手了 已经成为了一个合格的项目经理 那么你们的职责呢 安全生产责任制必须有你们来进批准 然后项目经理呢 他是什么呀 是注意啊 项目经理 注意在这里强调了项目经理是项目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 注意啊 是项目经理啊 不是什么其他的安全经理啊 那么再有对项目的安全生产工作负什么呀 全面责任 一看到这种第一责任人 还有这种全面的责任 想到的一定是项目经理 也就是项目经理啊 你们头上的担子是非常非常重的 对吧 然后我们再来看啊 除此之外 还有明确谁啊 明确项目的生产经理呀 安全经理呀 项目总工程师啊 还有责任工程师 还有安全员 操作工程 等他们各自的安全职责 总之这些最主要的全面的责任人都是谁啊 都是项目经理啊 所以说这个未来各位建造师的这个老师们啊 学员们 你们的任务呢 是任重而道远的啊 好 然后我们再来往下看啊 关于项目经理安全生产的职责 那么这里边的职责呢 就更细化了一些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 全第一个全面负责项目的安全生产工作 其实这一句话呢 跟我们前面所提到的 第一责任人呀 全面负责人呀 都是他 意思是一样的啊 是项目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 同样是强调的这句话啊 然后再有严格执行什么呀 哎 团格执行什么呀 各种生产法规 规章制度 与项目管理人员和项目分报单位 签立什么呀 安全生产责任书 注意啊 也是要签立一个安全生产的责任书 这是一个 然后呢 我们再接下来往下看啊 建立什么呀 建立啊 安全生产管理机构 配备相应的安全管理人员 然后呢 建立和完善安全管理制度 你看 你们的职责是不是非常重要吧 跟安全相关的啊 然后再有组织制定项目安全生产目标和时工安全管理的计划啊 我的目标是什么呀 没有伤亡啊 没有伤亡事故的发生 对吧 这就是目标 然后施工安全生产管理的计划 我要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措施来实现我的目标 对吧 这是一个 然后再有组织并参加项目定期的安全生产检查 这个安全生产检查呢 是可以是定期的 也可以是不定期的 对吧 都是可以的啊 然后再有落实隐患的整感 编制应急预案并进行演练啊 这个呢 就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那三种应急预案 他的这个演练时间也就一致了啊 然后再有及时如实报告 安全生产事故 配合事故的调查 如果很不幸啊 你负责的这个项目呢 发生了一些安全事故 有人伤亡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一定要配合去进行检查啊 配合进行调查 好 这是关于安全 这个项目经理安全生产的职责 这个点呢 也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啊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2019年二战里面 曾经考过的这个案例题 他呢 其实问的是一个改错题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他的问题是什么 B公司项目制定 安全生产存值 是否符合规定 写出项目经理和项目总工程师 对本项目的安全管理职责 其实这个点 我们的第二问 其实可以直接作答的 对吧 这里呢 考察的就是关于 跟安全相关的 项目经理 他的责任是什么 刚刚已经给大家强调了 来 把问题 把这个答案 挑给我 第一责任人 然后还有什么呀 对整个安全项目 负全面责任 对了 如果是项目总工程师呢 他的责任是什么呀 他负的是 技术方面的责任 对吧 这个总工程师 其实是我们所说的 技术负责人啊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背景资料吧 对吧 B公司呢 成立了以项目经理任组长的安全领导小组 设置了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配起了专职安全员 制定了各级安全责任制 明确了安全项目经理对本项目安全生产负全面责任 在这里呢 他明确的是安全经理 而是谁呀 不对吧 所以说符不符合规定啊 一说全面的肯定是项目经理啊 而不是安全经理 所以不符合规定 你要先把你的态度呢 给出来 给出一个明确的态度啊 然后再有项目 总工程师呢 对本项目部分安全生产工作和安全生产技术工作负责 我们说了 这个项目总共呢 他主要是负的什么呀 技术的工作负责任 而没有涉及到什么呀 安全的啊 而没有涉及到安全的 所以说他们各自职责的划分就错了 对不对 这是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在二件里面 我们曾经考过的这一个案例题 是不是 你看看啊 这个点如果考试考到你 你会不会答 这个呀 这个说的就是安全经理啊 安全经理 好 然后我们就来看一下参考答 首先要告诉他 不符合规定 项目经理呢 他是项目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 对项目的安全生产工作负全面责任 而不是其他人 然后再由项目总工程师呢 是对本项目 本工程项目的安全生产负责 技术责任 其实 把后半句话答出来 就是总工程师 他的一个职责了 对吧 这个点是比较简单的啊 2019年二件过了 这个大体没得分 那岂不是很可惜 对吧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啊 关于施工职业健康安全的危险源 辨识的类型 大家来看啊 这个危险源的类型呢 这个点呢 我们也是啊 不止一次考察过啊 二件里边呢 我记得就不止一次考察过 所以如果考到这个点呢 其实也是比较简单的 我说了 如果考到这个点呢 那么大家在写的时候 可以不用写这么多 你只要达出三到五个 我们就可以得分 如果达到五个级以上呢 就可以得满分 我们来看啊 这里边呢 有这么几类 一个呢 是物理性的危险源 那么再有一个呢 是化学性的危险源 然后再往后呢 是生物性危险源 还有一个是社会心理的危险源 这么几类啊 我们来看 如果是物理性的危险源 有哪几个 你看啊 高空作业 高空物体的坠落 受限空间作业 比如你焊接的是一个储罐 你在储罐里边进行焊接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涉及到的是 受限空间作业 然后再有呢 手工搬运 重复性工作 火灾爆炸 机械伤害 可造成伤害的能量 比如说X射线呀 热处理中的一些弓箭 噪声震动 还有这些冻伤 寒冷的一些环境 这些都是属于物理性的危险源 这个分类呢 大家注意一下啊 如果考试问到你 下来都有哪些危险源 你是不是可以写啊 随便写 至少能写出五个 对吧 然后对 有他说了 触电呀 滑倒啊 不管有没有 就是写啊 还好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个 化学危险源 化学性的危险源 那肯定是给我们化学制剂 一些药物相 药品相关了 对吧 例如什么呀 因吸入烟雾 然后说是一些有害的气体 或者是尘埃 然后再有呢 身体接触或者是被身体完全吸收 摄食 物料的一些储存 不相容 或者是降解的啊 一些危害健康或者是安全的一些物质啊 这是一个化学性的危险源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生物性的危险源 跟一些病种害相关了啊 生物质剂啊 过敏源呀 或者病菌呀 还有可能被吸入的什么呀 一些细菌病毒 可能被吸入了 或者是经过接触传染了 包括什么呀 有体液 比如说针头 或者扎伤等等 还有一些什么呀 昆虫叮咬 比如说蚊子 瘧及它的一个传播 对吧 然后再有被摄食 比如一些受污染的食品 食物中毒 这些呢都是属于生物性的危险源 然后再有社会心理的危险源 社会心理的危险源 大家能想到什么 恐吓 威胁 这些还有焦虑等等 这些是不是都是属于心理向的一些危险源呀 比如我们来看一下啊 可能导致啊 负面社会心理的状态 包括精神的状态 有点失常了 对吧 然后再有呢 如因以下情况而产生的应激 包括创伤后的一些应激等等 然后再有什么呀 焦虑呀 疲劳呀 沮丧呀 这都是有什么原因 引起的呢 工作量过度 缺乏沟通 或者是一些管理的控制 工作场所的物理环境 身体的暴力 威胁 恐吓 其实很好理解 都是字面意思啊 不再做过多的介绍了 好吧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啊 在26年也是考到了一个案例题 你看他问的什么呢 分析图中存在哪些安全事故的危险源 一考察到危险源的你就能够脑子里边反映出一大堆来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来看啊 呃 这个料仓呢 它是由ABC第四块不锈钢壁板阻汗而成 料仓它是相当于是一个 承担一些物料的一个容器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汗接的是这个料仓 所以说你看到这些非常明显的字眼 阻汗而成 料仓 它是一个比较空间狭小的范围 对吧 然后尺寸和安装要求呢 如图所示 这就是一个料仓 最终焊接出来的 然后这里呢 还告诉你了 这里是六层 这里是六层 然后门吊 门吊架的横梁上 这里有一个横梁 这里有吊而 手拉胡萝 门吊架横梁 那么大概由此 这么几个关键点 能够想到什么呀 启重啊 焊接啊 受限空间受限作业啊 高空作业 高空坠落 这个高空打击 对吧 对 窒息 触电 跌落 烟尘 这题好答 嗯 是啊 你看这就是我们20年的时候 曾经考过的一个案例题 门吊架横梁上 挂设四只手拉葫芦 通通过 解扣 钢丝绳 钓索钓锁与 料仓 壁板上的钓儿 连接成 钓桩的系统 所以你看啊 涉及到 非常明显的 有焊接 有钓桩 然后这里那个六层 那肯定是高空作业了 对吧 好啊 触电 手拉 对 好啊 大家写的这个 每个人写了很多 是吧 把大家的这些内容集中起来 就是我们整个的答案了啊 你就能够得 这个满分了啊 有什么电 你在焊接的时候 不需要电吗 不需要有电源吗 心理招案 沮丧 都可以写啊 但是我们在这里边呢 其实重点写的就是一些 这个物理性的一些危险人员啊 其实都可以写 好吧 高空作业 高空物体坠落 受险空间作业 火灾 机械伤害 吸入有害烟雾 交叉作业 物体打击 起重吊装的失文 焊接射线检测 然后触电 窒息 滑倒 临时用电 还有动用迷火 等等啊 你看看 很开放的 对吧 你只要写的五个机以上 那分 所以说像这种提议啊 写的越多越好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往下看啊 在这里边呢 有一个是关于职业健康安全 管理的一些强制性的要求 那么其实这个点呢 在我们教授当中 给出来了十几二十多条 那么在这里边呢 我挑了一些比较重要的啊 而且跟我们前面 所学到的一些专业呢 是比较相关的 尤其是跟我们前面 所学到的这个工业 电计啊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施工企业 你要必须取得什么呢 注意啊 这个证 施工企业 他所取得的是安全生产许可证 这个呢 一定要注意 如果问的是施工许可证 这个是由谁来申领的 考考你们吧 管理法部里面都有提及 施工许可证 哦 写了四十个 那你太厉害了 施工许可证 哎 对了 很好啊 对 施工许可证 是由建设单位来申领的 而不是施工单位啊 施工单位他所领取的是安全生产许可证 因为我们是只有在具体施工的过程当中才有可能发生一些安全事故 所以说这个安全生产许可证呢 是由施工单位来进行申领的这两个证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相信不管是在管理上也好 还是在法规上也好 都给大家强调这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而且这个点呢也是非常有考察的一个点啊 然后再有特种作业人员呢 必须取得什么呀 他都说了是特种作业人员要持证上岗 对吧 要取得相当上岗作业的资格证 这两个 一个是施工单位要取得的一个什么证 然后呢 再有一个是特种作业人员 他要持证上岗 然后呢 我们再来往下看啊 对于酸碱及其溶液应专库存放 岩浸与什么 他都说的是酸性碱性的一些溶液 就是强酸强碱的 那么他可能会对其他的材料造成一些腐蚀伤害 那么这个时候呢 要由专库进行存放 岩浸与有机物呀 氧化剂呀 还有一些脱脂剂等等来进行接触 防止会产生一些这个化学反应 对吧 这是一个啊 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啊 施工现场所配有的所有的这个配电箱和开关箱 应装设什么呢 漏电保护器 这个不就是为了安全吗 这个呢 是跟我们的电相关的 对吧 然后再由用电上面呢 必须要做到二级的漏电保护 有没有同学知道什么是二级的漏电保护啊 有没有同学知道的 什么是二级漏电保护 总的配电箱需要有漏电保护 然后再有呢 开关柜啊 这些也是需要配置漏电保护的啊 就是两个级别的嘛 对吧 好啊 这是二级漏电保护 然后再有严禁 严禁将保护线路或者是设备的漏电开关退出运行 就是都是为了保证安全的啊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 用电设备的应该执行一击一闸一保护 主要是一击一闸一保护 然后再有控制 要用他们来控制保护的规定 严禁 主要是严禁一个开关控制两台机上的用电设备 万一发生一些短路了 那么这样的话整个线路就烧毁了 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危害的产生 对吧 还只是一个 然后再有手持式的 对于手持式的电动工具 比如我们所说的这个焊机 对吧 和一些移动式的设备相关开关中的漏电保护电器 其额定漏电动作电流 不得大于15毫安 注意这个数字啊 这个数字呢 我们注意一下 然后在额定漏电动作时 额定漏电动作时间呢 是不得大于0.1秒的 注意这个时间啊 时间还有这个数字 大家呢 也是一定要注意啊 然后在 TS TNS接领保护系统当中 这个TNS呢 他说的是三项五线制的这种系统啊 电器设备的金属外壳 要注意是电器设备的金属外壳 必须与保护零线来进行连接 注意啊 这里用的是必须非常强烈的一个资源啊 非常强烈的资源 然后在保护零线呢 应由工作接地线 或者是配电室 配电柜 电源测零线 出引出 注意啊 这个外壳必须与保护零线来进行连接 这么几句话啊 这里这两个数字 一个是我号码 一个是0.1秒 这两个数字 也是大家要注重注意啊 然后我们再来往下看啊 对于这里边所提到的这几个电压啊 这几个电压 前面我们在 这个电梯里边啊 电梯警道 他所设置的安全电压是多少幅啊 电梯警道的 电梯警道是多少幅 哎对了啊 电梯警道是36伏 那么这里边呢 给了一些更细的规定 我们来看啊 对于行灯照明 应使用安全特低压 也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什么呀 所提到的这个电梯警道啊 行灯电压呢 是不应大于36伏 那么其中在高温啊 潮湿的场所啊 像这种地方所设置的行灯电压呢 它是不得大于24伏的 那么再有特别潮湿的 也就是越来越危险的啊 危险系统越来越高 那么对于在特别潮湿的场所 受限空间内行灯电压呢 是不应大于12伏的 这个受限空间作业 就好比我们前面所提到的 焊接一个储罐 对吧 像焊接这种储罐的时候 他所在的这个工作场所呢 就属于受限空间作业 那么他的这个行灯电压呢 是不应大于12伏的啊 注意这几个数字 他们所应用的一个场所 也一定要会区分啊 也有可能会考察 案例改错其一啊 好 这是这几组数字啊 电压什么时候用36伏 什么时候用24伏 什么情况下用12伏 这几种情况 也是一定要能够区分啊 然后再有 对于新安装 或者是转移工地 重新安装 以及经过大修之后的升降机 在投入使用权呢 必须要经过什么呀 坠落实验啊 必须要经过这个实验 这也是能够 为了维持后期 在进行使用的时候 它的一个安全可靠性 然后再有升降机呢 在使用当中每隔注意时间啊 每隔三个月应当进行一次坠落实验并行的保证不超过1.2米的制度距离啊 这是这里边也是提到了这几个数字啊 你看在这一页呢提到的都是一些数字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往下看啊 对于安全检查的类型 这个安全检查的类型呢 我们来看啊 有可能会考选择 也有可能会考案例 你看啊 安全检查的类型有这么几个 有日常检查 专项检查 季节性检查 定期 不定期抽查 还有一些飞行的检查 这么6个框 是不是很好的6个采分点呀 日常检查 这个就不用说了 你平常就应该随时的进行一个巡检 对吧 日常巡查 然后专项检查 这个专项检查 比如说对于一些什么呀 这个进行其中调装的时候 或者是进汉阶的时候等等啊 都是属于一些专项的检查 然后再有季节性检查 春夏秋冬 这不就是针对各个不同的季节 所采取的一些检查措施吗 对吧 然后再有定期检查 每三年检查一次 每半年检查一次 这个定期的 然后再有不定期的抽查 然后最后一个呢 是飞行检查 这个飞行检查呢 大家可以理解为是这种突击检查啊 事先没有给你发出任何的预警 预告 那么我突然就来现场进行检查了 这就是飞行检查 这么几个类型啊 这么几个类型 大家也是 也一定要注意啊 有些人说 做飞机检查 你这个 你这个解释的 太有意思了 注意啊 这个呢 可以理解为是突击检查啊 不是大家所说的这个飞行检查 做飞机检查啊 好 然后安全检查 检查的重点 我们来看啊 对于一些安全检查的重点是什么呢 有违章指挥 这个指挥一般都是管理层来指挥吧 违章指挥 然后再有呢 违章作业 这主要是操作人员的 对吧 检查的重点 违章指挥 违章作业 然后再有 直接作业环节的安全保证措施 注意啊 这么几个类型 一个是安全检查类型 然后再有一个是安全检查的重点 这两个 大家也是要注重注意啊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啊 关于安全事故等级的划分 你看啊 这个表格 大家看到之后就非常熟悉了 不管是管理也好 还是法规也好 还是我们基建事务也好 还是什么建筑事务也好 这个点应该是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这个点我们来看一下啊 其实在我们教育当中呢 它是四段话 那么在这里呢 我给它简化了 简化成了一个表格 简化成了一个表格 我们来看啊 先来说一下 这几个等级事故的划分 它呢 是分为四个事故等级 一般事故 交大事故 重大事故 还有特别重大事故 购物管理啊 法规上啊 它的规定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来看 都是从死亡人数 重伤人数 还有直接经济损失的情况 来进入划分的 我们先来看第一的 一般事故呢 是三人以下 然后重伤人数呢 是十人以下 直接经济损失呢 是一千万以下 注意这个以下呢 是不包括本事 不包括本事的 所以在这里呢 我就给了大家 直接是小一号 没有体现等级好吧 对不对 这是一个啊 然后我们再来看 这是一般事故 然后再往上走 交大事故 交大事故呢 是三人以上 十人以下 这个三呢 也就是啊 它是属于交大事故的范围 一定要注意这个临界值 它的一个归类啊 中间的呢 都是比较好区分的 给出你 除了这个三十 什么七八九啊 这样的 你都能够去 都能够区分 非常容易迷惑人 就是这个临界值 一定要注意这个临界值 如果这个临界值 你给他把握准确了 我相信不管怎么考 这个点呢 你都是能够掌握的啊 如果是重伤人数呢 就是十人以上 五十人以下 就十个人的话 如果重伤的是十个人的话 那么他归到的是交大事故 这个等级啊 如果是职业均损失的话呢 一千万以上 五千万以下 一千万正好的话 它是也是归到交大事故的 这是第三第二等啊 然后再来看第三等 重大事故 重大事故的话 那就是死亡人数 十人以上 三十人以下 十个人 他在这里死亡人数 如果是正好是十个人的话 那么他是属于重大事故的 重伤人数呢 五十人以上 一百人以下 同样 重伤了五十人 那么这个时候呢 也是这个五十归到的是交大事故 这个重大事故啊 然后直接经济损失 是五千万以上 一个亿以下 这个五千万啊 直接经济损失 如果正好是五千万的话 那他就属于重大事故 这是一个 然后最高级别的 特别重大事故 非常严重了 死亡人数呢 是三十人以上 以上包括本数 所以说三十 死亡的人数正好是三十 他是归到特别重大事故的 然后重伤人数呢 一百人以上 那么这个时候呢 是包括一百啊 然后直接经济损失呢 是一个亿 几以上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一个亿呢 他是也是归到了特别重大事故 大家呢 也是要注意这几个临界值 这个点呢 我相信啊 管理法规都重点讲了 那么在这里也是这个点 同样同样非常重要啊 好 这是关于安全事故等级的划分 那么考试的时候 安理题里边他怎么考 说给出你啊 死亡了三个人 重伤了二十个人 然后直接经济损失呢 是五千万 问你啊 这个伤亡事故等级的划分 属于哪一级 来判断一下 死亡三个人 重伤二十个人 然后直接经济损失是五千万 那么这个时候问你 他是属于哪一等级的伤亡事故 哎有个人问的问到了啊 说满足其中的一条就算吗 来我们来判断一下啊 如果同时发生了这些情况 死亡三个人 我们说了死亡三人 他应该是属于焦大事故 对吧 哎这是一个了 然后再有重伤二十 二十人在哪一等 在这里边 他是属于焦的 也是属于焦大事故的 对吧 但是呢 他直接经济损失呢 到达了五千万 这个五千万呢 是重大事故 前面两个呢 都是焦大事故 而在这里呢 一下子上升到了重大事故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应该是选一个最高的 旧高 注意啊 如果一旦有一个达到了 这个最高的话 那就是属于旧高的这个范围 这么区分 明白了吧 哎 所以是属于重大事故的范畴 如果说经济损失呢 到达了一个亿 这个时候呢 哎 直接就不用说了 那就特别重大事故啊 就不高就可以了 对的 满足其中一条就算 那 好 然后 我们接下来呢 再来往下看 前面呢 我们说了关于 这个安全事故等级的划分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 关于安全事故的报告 这个报告呢 我们来看啊 事故发生之后 事故现场有关人员 向谁来进行报告呢 注意啊 是立即向本单位的负责人 我们说了这个安全生产许可证 是由施工单位来进行申领的 所以说你施工单位呢 一定要对你自己的人来进行负责 而且在现场基本上都是项目上的人 所以说要立即向本单位的负责人进行报告 是单位的负责人 然后再由单位负责人接到报告之后呢 应该是于一小时之内向事故发生地的 注意是县级以上啊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和富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 有关部门来进行报告 注意啊 向谁来报告发生 事故现场发生之后 应该是向立即向本单位的负责人 注意啊 不是进行单位 是本单位的负责人 然后再如果情况紧急的话呢 我们是可以职一月级的啊 事故现场有关人员 可以直接向事故发生地的县级以上 人民安全政 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和富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职责的有关部门来进行报告 也就是情况紧急的时候呢 是可以越级的啊 但是呢 是情况紧急的时候 注意这两个内容啊 这两个内容 对有天提到了啊 如果是安全事故呢 那就是本单位 如果是质量事故呢 那就是见识单位了 上报给立刻上报给见识单位的负责人 对的啊 好 这是我们讲到的前两个内容 我们休息五分钟吧 休息五分钟 五分钟之后呢 我们继续往下讲 好吧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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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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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然后再有呢是建筑垃圾的控制 那么对于建筑垃圾的控制呢 在2011年的时候 二建的时候呢是曾经考过案例别的 你看啊总之这个点关于环境保护技术要点这个内容 他这种案例考察的频率呢是非常高的 其实呢这个点如果考到的话呢也是比较简单的 对吧 所以说这个点呢大家一定要给掌握住啊 好 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 16年这不考过吗 16年14年一建这不考过吗 1614这不都考过吗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先来看第一个具体来看一下啊 每个里面都涉及到了什么 第一个杨成杨成控制我们来看啊 你别看他写了这么一大堆话 那么我们在掌握的时候呢 可以先抓取他的关键词 杨成杨成顾名思义 你在进行施工的时候 比方说在爆破的时候 在土方外孕的时候 对吧 我这些时候呢都会产生这个杨成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采取什么措施呢 我们来看啊 在运送土方垃圾设备以及建筑材料的时候 不应干什么呀 不应污损道路啊 这是一个 然后再有对运输运输这个容易散落飞扬流漏的物料的车辆 然后运送的是土方啊 沙子 那么这些呢都是非常容易散落飞扬还有流漏的 对吧 那么要采取什么呢 要采取的是封闭严密的措施 这是一个 然后再有如果车辆进行出厂的时候 开出现场的时候 车辆要注意清洁 所以说你先把这些关键词 不应污损道路 封闭严密清洁 这几个词先掌握 然后呢 在天他里边给出来这些修饰性的一些语言 然后第二个我们再来看啊 对于现场道路 加工区材料区 堆放区 材料堆放区 要及时进行什么呢 一些地面的硬化 进行地面的硬化呢 它的目的也是为了控制阳尘的污染 对吧 这是一个 然后再有在土方作业的时候 要采取什么呀 砸水呀 覆盖呀 这些措施也是很好的一种防阳尘的一些措施 然后再有对于达到作业区 目测阳尘高度 要小于多少呀 要小于1.5米 注意啊 目测阳尘的高度 要小于1.5米 并且呢 不要扩散到场区外 这是一个 对于产生阳尘的堆放材料 容易产生阳尘的堆放材料 沙子水泥 这些是不是都是容易产生阳尘污染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应该采取什么呀 覆盖的措施 那么对于一些粉末状的材料 应采取封闭存放的这种措施 这是 都是关于阳尘控制的 你看这几个点啊 然后剩下的这几条啊 做好什么阳尘计划 对吧 进入拆除前 要做好阳尘控制的计划 然后拆除爆破作业前呢 也是要做好阳尘控制的计划 这不都是做计划吗 来做阳尘控制的计划 然后再有 不得在施工现场 燃烧废弃物 燃烧的这些废弃物呢 它在燃烧的过程当中 也会产生一些阳尘的 阳尘的污染 对吧 然后再有管道和钢结构 预制应在封闭的厂房内进行喷杀 还有除锈的一些工作 所以一提到阳尘控制 你就可以说什么呀 采取一些封闭 严密 洒水覆盖地面硬化 等等 这些措施 都是属于阳尘控制内容 然后再加上一些什么防阳尘的计划 对不对 好啊 这是这个点 你看考到之后 虽然内容很多 但是也是非常简单的 对吧 然后我们再来往下看啊 然后我们再来往下看 噪声污染的控制 噪声污染和光污染 在那一新年的时候都考过安理题 我们来看啊 对于噪声的话呢 这里边所提到的点呢 就两条了 就很简单 很简单了 对吧 先来看噪声啊 在施工厂界 对噪声进行什么呀 实时的监测与控制 现成噪声的排放 不得超过国家标准的规定 这个国家标准的规定 有没有同学知道的 来看一下 对应该是七十五十五啊 白天的话就昼间 不得超过七十分贝 如果是夜间的话 晚上的话 就是不得超过五十五分贝 注意啊 这两个法规啊 管理啊都有吧 只不过记链里边 在这里没有写的那么细 但是呢 其实说的就是这两个 分贝的这个这个规定啊 然后我们再来看啊 监测与控制完了之后呢 然后在进行使用的时候 要尽量使用什么呀 低噪声低震动的工具 那么这个这个呢 可以说是从声源上来进行控制了 对吧 然后采取隔声隔阵的一些措施 这是关于噪声污染的控制 一个是进行监测与控制 然后再有呢 要采用的是低噪声低震动的工具 采取隔声隔阵的措施 这是这两条 然后再来看光污染 光污染 我们来看啊 在进行焊接作业的时候 那时候要采取什么呀 焊接它是有弧光外泄的 所以说我们要采取遮挡措施 避免什么呀 电焊的弧光外泄 这是一个 那么对于大型的照明灯具 它应该控制什么呀 照射的角度防止强光外泄 那么在这里边啊 光污染一个提到的是焊接 一个呢 一个呢提到的是在焊接的时候 采取遮挡 避免弧光外泄 那么再有一个提到的是 大型照明灯具 在进行照明的时候 要注意调整光照的一个角度 避免强光外泄啊 这是关于噪声污染和光污染控制 这两个内容只有两条 每个呢各自有两条 所以是非常简单的啊 好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水污染 水污染呢 这个点我们在2019年的二件呢 是刚刚考过案例题的 一件里边 最近几年还没有考它过 所以说这个点呢 也是需要大家来着重注意啊 你看这四点 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说案例题的点 水污染的控制 我们再来看啊 在施工现场 要针对不同的污水 是什么呢 相应的处理设施 分流来进行设置 对吧 这是一个 然后再有污水的排放 注意啊 这个污水 它能随便排放吗 肯定不行啊 所以说要有委托给谁啊 委托给有资质的单位 进行废水水质的检测 检测合格之后呢 才可以 所以要取得相应的污水检测报告 比如说什么 采取有序的排放啊 都不对啊 你不管再怎么有序 也是需要经过检测的啊 并且要提供合格的 污水检测报告 然后除此之外 还要注意什么呢 保护地下水环境 这个我们从小就学习吧 节育用水啊 是吧 还保护地下水资源 保护地下水环境 可以采取隔水性能好的 边坡支付技术 这个时候呢 也是一种非常好的 水资源的一个保护啊 然后再有呢 对于一些化学品等有毒 油料 有毒的材料 油料的储存地呢 应该有严格的隔水层的设计 做好渗路液的收集和处理啊 这是关于水污染的控制 箱的处理设施 要飞水 如果是飞水的话呢 在盘口之前 要取得箱的污水检测报告 对吧 然后再有呢 保护地下水环境 最后一个呢 是要有隔 这个严格的隔水层设计 保护 做好这个渗路液的收集和处理啊 好 然后我们再来往下看 关于土壤保护啊 土壤保护呢 这个点也是考过了啊 我们来看啊 一键二键里边考过了 一键这几年还没有考察过 所以你看 我刚刚提及的这几个点 近几年都没有考察过 但是呢 它是一个很好的处 案例题的一个点 对吧 我们来看啊 对于土壤保护的话 应该是保护地表环境 防止土壤侵蚀流失 因施工造成的裸土 要及时的进行覆盖 对吧 这是一个啊 然后对于污水处理设施呢 要不发生什么呀 堵塞 潜漏 溢出 等等这些现象 很好理解啊 然后再由防土保温用的油漆 卷脂和液产生粉尘的材料 应该采取妥善的保管 对现场地面造成的污染 要及时进行清理 防止土壤的一个污染 然后再由 对于有毒有害的废弃物 要回收之后 就要谁呀 有资质的单位来进行处理 不得作为建筑垃圾外引 他都说了 是有毒有害 所以说也是要交给 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理 然后最后呢 是施工之后呢 要恢复施工活动破坏的一些植被 跟这个我们前面所提到的 造成的裸土要及时覆盖 其实这两个 他们所表示的意思呢 基本上是一致的 这是关于土壤保护 这是关于土壤保护的 这么五个措施 好 然后再来看建筑垃圾的控制 在这里边呢 关于这个建筑垃圾 这里提到了一个数字 我们先来看啊 制定建筑垃圾的 什么呀 减量化的计划 也就是在进行 这个施工的时候 要尽量减少这种建筑垃圾 对吧 建筑垃圾的减量化 然后再有加强建筑垃圾的回收利用 然后再有力争 建筑垃圾的再利用和回收率 达到多少呢 达到30% 能用的 我们尽量给它回收利用了 对于一些碎石类啊 土方类啊 这类的建筑垃圾 应做什么呀 地基和道路回填材料 这个呢 也是相当于 对对它的一个回收利用 再利用 对吧 然后再有施工现场 生活区应该设置什么呀 封闭式的垃圾容器 施工现场 施工场地呢 生活垃圾要实行 带装化 及时的进行清运 这是关于建筑垃圾 它的一个控制 这里的数字 大家注意一下啊 然后最后一个呢 是地下设施 文物和资源的保护 在施工的过程当中 如果碰到了一些文物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立即停止施工 要上报给相应的 这个单位来进行报告 对吧 然后看他们来采取一些 怎样的措施 这是关于 这个绿色施工的 这六个 这七个方面的内容 尤其是前六个 这个点呢 也是很好的 出案例题的一个点 所以说大家呢 也是务必务必要会默写 好吧 主要是以案例题的形式 来进行掌握啊 好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相对习题 来看相对习题啊 好 你听人说了 法规里边提到的都很细 是吧 但是呢 在我们积淀里边呢 只提到了30% 那么如果考的积淀的话呢 那你就只给我选30% OK 好吧 好 我们来看啊 下列绿色的施工环境 保护措施当中 属于阳尘控制的 我们来看一下啊 对建筑垃圾进行分类 这个很明显了 对吧 这个属于建筑垃圾的控制 所以 肯定不对 B施工现场出口的出口要设置洗车槽 这个是不是跟什么相关的 现场出口要设置啊 车辆清洗干净 洒水啊 覆盖啊 地面硬化 这些都是属于啊 阳尘控制的内容吧 这个点你看着很简单啊 但是很容易选错的 所以说B呢 是正确的 然后再来看C 防腐保温材料 妥善保管 这个属于什么呀 C属于什么 对 C应该是属于土壤保护啊 土壤保护的措施 然后D施工后的要恢复施工后呢要恢复被破坏的植被也是属于土壤保护的范畴啊 所以答案选B啊 然后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往后看 一会儿我们再来给大家放一个比较完整的案例 好吧 我们一起来看啊 先来往下看 对于结材与材料资源利用技术的要点 这里边啊 这个点呢 我们曾在二件里边的也是出过选择提到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 其实就是跟一些材料而技术相关的 我们来看啊 在图纸会审的时候 应审核什么呀 结材与材料资源利用的相关内容 这个就不用说了 它肯定是归到结材与材料利用的内容 然后再有应用什么呢 BIM技术优化安装工程的预留预埋 还有这个管线路径等这些方案 优化钢板呀钢筋呀 还有一些钢构件下料的方案 我们现在这几年啊 最近这几年的BIM技术是非常火的 它是可以预知一些 不可预见性的 对吧 它是有一些这个预知可以预知的 所以说我们如果预见了 已经提前预知了 一些事故 还有一些这个材料的一些应用的话呢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在实际应用的时候呢 是可以 是可以节约这些材料和设备的 对吧 这是一个 然后再由推广使用玉瓣混凝土和商品杀浆 推广使用高强钢筋和高性能的混凝土 推广使用钢筋专业化和 钢筋专业化的加工和配送 属于的是都是一些 应用的一些都是比较高科技的 或者比较好的一些材料 然后再有呢采用三维键模 工厂化预制 模块化安装等 先进的一些实用技术 对吧 精细设计 建造提高材料的一个利用率 提高它的一个节约率 这是关于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的这个基础要点 那么我们看到之后呢 能够把它归类到 是节材与这个材料资源利用的要点里面就可以了 会考察一些归类题 好吧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啊 曾经在二件里边所考察过的一个选择题 夏令绿色施工技术当中属于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方面的事 虽然前几个呢 我没有提 但是也是很好判断的啊 A 并不接触及工厂化预制 然后B 雨水回收和利用 C 使用太阳能 淋湿照明灯 然后D 减少土方开挖和回田 这个很明显了吧 属于A 对吧 选A啊 A是属于的 然后B属于什么呢 雨水回收和利用属于什么 属于节水和水资源的利用 然后C呢 C属于什么 节能 对吧 D 减少土方开挖回田属于什么 节地 对不对 其实你看 每一个选项呢 它都代表了一个考点 好 这是我们这一道题 然后 再来看下一题 采用三维键模 B模技术 工厂化预制 模仿安装等 这些先进技术 属于 这个绿色施工技术要点的什么呀 刚给大家强调的 节材 节水 节地 节能 应该是 节 财 对吧 嗯 所以答案选A 好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关于这个绿色施工评价 这个评价呢 我们在2011年的时候啊 是曾经考过这个安利题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 这个点呢 我们近十年吧 基本上近十年都没有考察过 所以说这个点呢 我们2011年曾经考察过 所以说这个点也不容小觑 我们来看啊 首先来看关于评级框架的体系 这里边提到了这么几个评价阶段 评价的要素 评价指标 评价等级 还有评价的频次 这五个方面的内容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评价的阶段 这几个阶段 我们来看一下啊 你看它是按什么来进化分的 地基与基础工程 结构工程 装饰工程 和基电安装工程 它是按什么来进化分的呀 有没有人知道的 按什么来进化分的 单位分布分项 对了啊 是按分布来进化分的 地基基础结构 装饰装修 安装 你看这个是我们在建筑里边 在进行构建建筑物的时候 由地下到地上的这样的一个程序 对吧 所以说这个呢 是按分布来进化分的 分布工程 这是它的这个阶段评价啊 注意事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盖房子 地基基础结构 主体结构 然后装饰装修 然后最后呢 是基电安装啊 然后再有评价要素 评价要素 素呢 你看他写了很多 总结起来呢 就是四结一环保 你看啊 环境保护 一环保吧 然后结财与材料资源利用 结水与水资源的利用 然后节能呢 与能源利用 结地与土地资源保护 这么几个啊 四结一环保 这是它的这几个评价要素 这么五个啊 评价要素 然后我们再来看评价指标都有什么呢 评价的指标 有控制项 一般项和优选项 这么三个内容 这是这三个评价指标 然后再有评价等级呢 评价等级就更好理解了 不合格 合格 优良 这三个评价等级啊 三个评价等级 然后最后一个评价的评次 也是涉及到了一个时间啊 对于绿色项目 绿色施工项目 自评次数呢 注意啊 自评次数是每月不少一次 且每阶段不少一次 注意这个次数都是一次 一次 这是关于这五个内容啊 评价框架的这个体系 这五个内容 其实每一个点呢 都是一个很好的出选择题的一个点 对吧 好啊 我们来往下看啊 关于评价的组织啊 对于不同的评价阶段啊 或者是不同的评价部位 他们在进行评价的时候 他们所涉及的单位 谁来组织 谁来参加 也是不一样的啊 我们一起来看 单位工程的绿色施工评价 由谁来进行组织呢 主要是由建设单位来组织 建设单位来组织 谁来参加呢 项目部和监理单位来进行参加 所以说在这里边啊 不管是由谁来组织 他基本上呢 都涉及到了建设施工和监理啊 建设施工监理 那么这是第一个啊 绿色施工评价 是由建设单位组织项部 监理单位来进行参加 然后再来看第二个 单位工程的施工阶段 施工阶段就是前面我们所提及的 哪哪几个呀 来 施工阶段 刚刚已经给大家说了 有哪几个 地基与基础 主体结构 装饰装修 集点安装 对吧 我们在这里说的就是这个啊 评价阶段 应该由谁组织呢 注意是由监理单位组织 建设和项目部参加 建设单位和项目部参加 然后单位工程的施工批次评价 那么这个时候呢 更细化了一些吧 它是由施工单位来进行组织的 那么它来组织的话呢 就另外两个单位来参加了 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来进行参加 然后最后 注意要是项目部应该组织绿色施工的随机检查 相当于是一个自查的过程 并且呢 对目标的完成情况来进行评估 自我检查 自我评估 这是关于评价的组织 对啊 注意 对于每个不同的内容 他们谁来组织谁来参加 这个点呢 大家也是不要给他混淆了 一定要注意他们之间的一个一一对应 大家先不要闲聊了啊 我们直播课的机会呢 其实不不是很多了啊 上一页 这个吗 所以说你一定要抓住每一次直播听课的机会啊 再说 上一 提吗 我们先往下讲吧 好吧 如果大家有疑问的话呢 一会我们讲完了之后呢 可以给大家打几分钟啊 好 来看一下像这个像的西题 绿色施工评价的频次 提到的时间 提到的这个频次都是几啊 都是一 对吧 你看到二了 那就不对了 所以直接排除答案选D 对吧 自评次数 每月不应少于一次 且每阶段呢 不应少于一次啊 所以答案选D 很明显 是不是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关于最后一个点了啊 文明施工 的现场文明施工的措施 说了这几个措施呢 其实跟我们前面所讲到的进度措施里边的内容大同小异 原则是一致的啊 同样也是这四大措施 来看啊 一个呢是组织措施 这个组织措施呢 来看一下这段字吧 其实读不读的 大家肯定心里边都有一个 烙印了 什么呀 什么制度啊 体系啊 人啊 是不是都是跟这些相关的吧 你看啊 成立施工现场文明施工管理小组 作为开展文明施工和环境保证的组织保证组织啊 然后建立并建权 包括各专业文明施工管理制度 岗位责任制啊 检查制度 讲程制度 会议制度 会议制度流程 然后建立文明施工管理的体系 组织开展全员文明施工教育 总之都是跟人相关的 跟制度相关的 跟会议相关的 对吧 这是一个 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啊 技术措施 技术措施呢 就跟方案相关的 结合施工现场的实际情况 编制文明施工的实施细则 指导和推进文明施工活动的开展 这是第二个技术措施 然后我们再来看啊 合同 对于合同措施的话呢 那肯定就是跟合同相关的了 哎 无庸置疑 我们再来看啊 在施工招标投标阶段 与招投标文件当中 明确项目对于文明施工管理的要求 在施工分包合同当中 明确文明施工管理的工作内容和要求 都是跟合同相关的 然后最后一个是经济 经济措施就都是跟什么呀 跟钱挂钩的啊 对于文明施工管理应该采取 讲诚相结合的方法 经济讲诚的措施呢 用合同措施并合并采用 在施工分包分包合同当中 要明确对于文明施工管理 不符合规定要求的处理方法 这是这么几个措施 还好理解了 对吧 也是希望大家呢 考试考到之后 能够找出一个对应的归类啊 好 然后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相应的案例啊 来看一下2019年曾经考察过的这个案例题啊 我们来看一下 先来看一下这个问题吧 先来看问题啊 看到了问题之后呢 我们在这个带着问题回到我们的背景资料里边啊 先来看第一个 项目部一级进度计划 安排施工的时候 可能受到哪些因素的制约 这个是我们2016年曾经考过的案例啊 大家先不要聊钱的问题呢 我们先把证考下来啊 不然你坐在这里干嘛呢 先来看第一个 这个考察的是哪个点呀 注意啊 他问的是因素 他问的是因素啊 大家不要聊跟我们课程无关的了啊 下课之后呢 有这个负责给大家答意解惑的 不管是专业也好 还是我们的这个对于课程有问题的也好 我呢 这个内容讲完之后 会给大家 如果大家有一些专业上的问题呢 我可以给大家进行解答 如果大家对我们课程方面有疑问的呢 那么我们的这老师呢 会给大家进行解答 所以说你看啊 不管哪个方面都会有都会有这个针对大家这个各自需求的一个答意老师 所以说我们在课上的时候呢 你就要认真正听课就完了啊 什么呀 哎呦 哎呦 有点答偏了啊 应该是哪些呀 你看他问的是什么 相簿依据进度计划安排 问的是进度吧 进度计划安排施工的时候可能说到哪些因素的制约 这个因素不就是啊 前面我们再给大家进行回顾的时候 我说了这个原因和因素 是非常容易混淆的 是非常容易混淆的 对吧 这个原因应该是那几个参与单位 这个因素呢 就是对原因的一个细化 是不是这么说的 对吧 哎 所以应该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各个参与单位什么建设呀 对 他说了啊 我我这个这么多内容掌握不住 那就把各个参与单位里面所设计的具体内容给他写出来 对吧 什么是建设呀 设计 施工 监理 等等各个部门 这是一个因素 对吧 哎 政府供电供水 然后再有在施工的过程当中 一些材料 设备 对吧 材料设备 购配件 施工机具 等 它的质量啊 还有这些进度呢 也是要按时进到现场 对不对 然后第三个 第三个 建设单位 它主要负责的是什么 资金 工程款 资金 这些是不是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对吧 哎 然后再有 还有什么呀 比方说 建设单位或者业主 提出了一些 哎 新的要求 或者设计变更呢 对一些施工 又有了一些新的要求 这些是不是也都是啊 然后除此之外 还有什么 施工的过程当中 遇到一些 不利的 哎 施工现场的一些条件 对不对 然后再有 还有一些各种风险的因素 比如说我们这个总价合同 啊 你现在是总价合同 但是呢 材料 还有这个材料呢 发生了一些价格的上涨 这些是不是也要考虑进去 还风险的因素 啊 然后最后一个呢 就是施工单位的一些管理能力 啊 施工单位的管理能力 这个呢 是我们 这个题他的一个答题思路啊 其实第一小问 是不是我们直接就可以进行作答呀 然后再来看第二个啊 说明 架空导线啊 在测试的时候被叫停的原因 写出导线连接的合格要求 哎 这个点是我们考察的啊 在工艺定器里边 导线连接的要求 你看 这不是让你写吗 原因的话 一会一会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图 有哪几个呀 我们来回顾啊 有哪几个呀 嗯 高尔夫做电的 那你答 这种案例题啊 如果我直接说答案的话 那就没什么意思了 所以说 首先我要让你们来答 你们答完之后呢 然后我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答题情况 然后再来进行组结就OK了啊 这里也提到了时间 图 我说了 一会看 写出导线连接的要求 这个还用看图吗 不用看图啊 直接让你作答的 对吧 导线连接处不得有接头 是的 但是 直准这个每一根导线在连接的时候 每个档区内直准有一个接头 对吧 如果跨越道路啊 河流啊 还有这些购筑物建筑物的时候 它是不允许有接头的 对吧 这是一个 然后再有 嗯 不同材料 不同结面积 它在进导线连接的时候 要在哪里进行连接啊 在杆上 翘线处来进行连接 对吧 这是一个啊 好 除此之外 还有什么 导线接头处的机械强度 不得地于导线自身强度的多少数字 哎 数字是90%啊 注意啊 我们在一键里边 是90% 如果你考一键的话 直接掌握这一个顺啊 我不说其他的了 一键里边提到是90%啊 并且电阻值呢 不能超过同场导线电阻的 1.2倍 是不是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 那张杆分支杆在进行连接的时候 可以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呀 可以采用 梯形下键 还有并钩 线夹来进行连接 对不对 人家再有 驾控线路的一些连接方法 我们可以采用什么呢 可以采用 钳压呀 液压呀 还有这种 嗯 爆压连接的方法 是不是 这几种连接方法啊 前压 液压 爆压连接 好啊 这是啊 这一小问 然后具体什么原因 我们一会儿来看图就可以了 好 然后再来看下面一个 C公司在9月20号之前 应完成35000伏的架空线路的 哪些测试内容 你看啊 这个点 他问的是什么呀 架空线路测试的 内容又有什么 包括第四个写出本工程绿色施工的土壤保护的要点 你看这几个问题啊 其实基本上我们是可以直接来进所答的 对吧 先来看第三个吧 这有什么呀 测量绝原子绝电阻 然后再有什么呀 线路向位要一致 对吧 然后再有什么 还要进行冲击核杂实验 很好啊 赶塔赶塔的这个接地电阻值 符合规定 然后再有呢 导线接头也是要符合规定的 对吧 好啊 非常好 然后最后一个 写出本工程绿色施工当中的土壤保护的要点 来吧 16年考到了一个土壤保护 土壤 造成的骆驼 施工造成的骆驼要及时进行覆盖 对吧 然后再有污水处理的时候呀 要不发生堵塞 渗漏的一些情况 对一些保温 对啊 对一些保温用的保温防腐用的一些油漆啊 还有这个卷纸啊 等 这些材料呢 要进行一个专门的管理 是不是 专门的进行管理 然后再有 对一些有毒有害的废弃物 要交由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理 是不是 它不能作为建筑垃圾进行外孕啊 然后最后一个呢 最后一个是什么 对啊 施工后 所造成的这个植被的破坏 要及时的进行修复 及时的进行修复 这是关于这几个问题 你看啊 除了其实除了第二个以外 除了第二个前半问以外 然后其他的呢 我们是可以来直接进行作答的啊 你呢 自己先写一遍 写完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题啊 看问题之后呢 再来看一下我们所给出的这个参考答案 看看如果让你自己写 和我们这个参考答案呢 他们之间的差距是多少 所以说有些点呢 你可能会 但是你在作答的时候呢 答题不一定那么规范啊 所以说我们不仅要掌握这个题 还要注意这个答题的规范 好吧 好 然后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箱的背景资料啊 说A公司呢 承播了一个10兆瓦光伏的发电 便电和输电工程项目 该项目的工期是150天 位于北方的草原 光伏板金属支架 采用工厂制作现场安装 每个光伏发电回路是60伏 采用的是直流电啊 那么5000这个5000瓦 用两芯电缆接至直流汇电箱 由逆变器转过成0.4000伏的啊 三项交流电 通过变电站升至35000伏 用架空线路与电网来进行连接 那么再由A公司呢 因施工资料等 因素的制约将35000伏的变电站 和35000伏的架空线路 翻包给谁呀 B公司和C公司 并且呢要求B公司和C公司 依据10兆瓦光伏的发电工程系统 送电验收啊 然后我们再来看啊 依据A公司项目的进度要求 B公司呢按计划完成了35000伏 变电站的安装调试工作 C公司呢在9月10号之前 完成了导线的架设连接 哎这个图件啊 图色架空线路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啊 让你问的你也是 它的错误之处是哪里 有人说了 这个背景基本上没有什么用 但是呢 我们在这个考端案例的时候 即便是你看到了啊 这个这几个问题呢 我都会很兴奋的情况下呢 我建议你啊 为了保险起见呢 我们也要看一下背景资料 万一它里边还演上了一些 其他的信息呢 对不对 一定要验证一下啊 验证一下 你的这个思考的方向 是不是对的 你看啊 光伏板 汇流箱 一变气 35000伏的变电站 然后架空线路 然后在这里呢 很明显提示你了 有一个街头啊 有一个街头 这里呢 穿越河流的时候 设置了一个街头 所以说这是一个 非常非常明显的错误吧 在跨越河流的时候呢 是不得有街头的 这就是他的一个错误之处 怎么连 是不是刚刚已经问大家了啊 好啊 这就是他一个错误之处 也通常说了很简单啊 但是呃 当年在16年的时候 考到这个点的时候 有同学一下子就被这个图呀 给蒙住了 一下子蒙住了 不知道他该怎么拿了啊 现在你是看着比较简单 对吧 如果这个题真的要考到你的话 你不一定能够拿满分哦 啊 啊 然后我们再来往下看啊 在开始啊 35000伏架空导线测量 实验的时候 被A公司相簿要求暂停整改 导线建设 连接反攻后 检查符合规范的要求 所以说我们刚刚说了 那个错误之处 怎么整改的啊 然后光伏发电工程的35000伏 变电站和35000伏的架空线路 在9月30号之前啊 系统发送验人数合格 按合同要求呢 将工程以及进攻资料 移交给了建设单位 这就是整个的这个背景资料 你听说了 这个背景啊 基本上没有什么用 确实是啊 对于这道题来说 我们看完了问题 然后再来看背景资料 那么这样的话呢 你才知道 其实背景里边给出来的信息呢 除了这个图呢 我们是要着重注意一下 其他的几个 我们基本是可以进座打的 对吧 那么这样我们做的话呢 就是为了保险 验证一下 看看你的思路是不是正确的啊 好 然后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参考答案了啊 来看一下第一个 他问的是影响施工进度计划的一些因素啊 这几个因素呢 就是我告诉大家提及的这么几条 我说了这个原因和因素呢 其实大家可以混搭啊 原因因素 其实他们的原则呢 都是一样的啊 都是一样的 我们来看啊 第一个呢 是相关单位的影响 近视单位啊 设计单位啊 建立物资供应 还有什么交通通信供电供水等政府有关部门 支持一些相关单位 还有一些政府部门的一些影响 对吧 这是一个啊 然后再有在施工的过程当中 需要什么呀 需要的一些工程设备 材料 够配件和施工器具等 能不能按时底运现场 那么这个呢 也是直接影响施工进度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或者是底运施工现场检查的时候 发现呢 你是按点到了我们的施工现场 但是呢 质量不符合要求 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要使得一些材料的设备的更换呀 那么这样的话呢 也会影响我们施工进度的一个情况 然后再有建设单位呢 没有给出什么呀 工程预付款 拖欠工程进度款 你老拖着不给钱 那肯定工作的进行性也就不高了 对吧 然后再有呢 工程款 这个预付款的没有给足 没有一个启动资金 也是会影响我们的施工进度 然后再有第四个是 这个业主呢 提出了新的要求 设计单位设计变更 或者是施工单位要求进行设计修改 只要一修改 中间就会耽误一些时间 所以说这些呢 都会影响这个进度 然后再有施工的过程当中 遇到一些气候水温地质 以及周围环境等方面一些不利的因素 那么这里呢 其实说 设计的是一些不可抗力的一些环境因素 对吧 然后再有各种风险因素的影响 就比如我们刚刚所提及的那个 总承包合同 对吧 总承包合同 总加包干 它是一口价 不管你是在施工的过程当中 材料上价格上涨了 还是设备价格上涨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都是由你自己来进行承担的 然后再有施工单位 自宣的管理 技术水平 以及项部在现场的组织协调与管控能力的影响 是关于影响施工进度计划的因素 这么七个方面 好 然后 只要问进度因素就可以答这个答案吗 对呀 是的呀 是这样的啊 它现在就很明显了 它问的就是影响施工进度的因素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啊 第二个呢 是让你找串 对吧 让你找串 并且呢 写出一些 写出啊 导线连接合格的要求 由图四可知啊 在河流上方呢 出现了导线的接头 不符合导线连接的要求 所以是被叫停了 找出它的错误原因 对吧 然后我们再来看啊 导线连接的合格要求是什么 就是刚刚大家所提及的啊 每个人导线 在每一个党区之内呢 只准有一个接头 但是啊 注意它有一个处外情况 但是在快越公路 河流 铁路 重要建筑物 电力线和通信线等这些连接处呢 导线和壁垒线等这些地方呢 是捐不得有接头的 非常不容易维修啊 万一发生一些质量问题 你怎么办啊 没法维修 对吧 还是是一个 然后再有呃 不同的材料 不同的节面积 或者不同远回方向的导线连接 主要是只能在杆上跳线处来进入连接啊 然后再有第三个 接头处的机械强度 不得低于导线自身强度的 注意数字啊 一键里边是90% 而且电阻值呢 是不超过同长度导线电阻值的1.2倍 注意这两个数字 然后再有第四个 那一张杆分支杆 等处的跳线连接 可以采用梯形线架线 还有和这个什么呀 并勾线架来进连接啊 这是第四个了啊 第四第四条 然后第五个呢 是架空线的压接方法 可以分为前压 液压 还有爆压连接 这么五个内容 五条啊 一条给一分 那么你给出一个正确的判断呢 又得一分 你看能得几分啊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三个 那么他呢 其实问的就是 关于架空线路在经测试的时候 都测试哪些内容 我们一起来看啊 首先呢 是有测量绝缘子和线路的绝缘电阻的测量 这是一个 然后再有呢 是检查线路各项 两侧的线路向位要一致 那第三个呢 是冲击核诈实验 然后内章杆 这个测量感塔的接地电阻值 然后最后一个是 最后一个呢 是导线接头的一个测试 这是几条 一二三四五条 五条 每个一分 每个一分 然后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啊 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 本工程绿色施工的土壤保护的要点 土壤保护的要点 你看正好五条嘛 正好五条啊 你看很好 很好判分啊 所以说你自己呢 有同学说了 我这个点我都掌握得很好 我一看这个题很简单呀 你不要看着简单啊 如果让你真的要自己去行作答的话 你看看你到底能得几分 所以一再跟大家强调说 我们在实物里边 尤其是案例题 大家在作答的时候呢 你不要只看 你看 你看会了 不一定代表你能写会 对吧 有同学说 我一看就会 一做就废 所以说我们在进行作答的时候 在进 在这个复习案例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多写 你不要看看 哎 我觉得很简单 我都懒得写 那样的话呢 我觉得你离我们这个挂坑就不远了啊 所以说我们在作答案例的时候 不管它怎么简单 你都要自己动手去写一遍 去写一遍 去体验一下啊 好 土壤保护的要点 第一个呢 是保护地表环境 防止土壤的流失 侵蚀 因施工造成的裸土呢 要及时的进行覆盖 然后第二个呢 是污水处理设施 不发生堵塞 渗漏 还有溢出这些现象 然后防腐保温呢 用油漆卷脂和液产生粉尘的材料 应妥善保管 对地面场地 对场地 现场地面造成的污染呢 要及时的进行清理 第四个 对于有毒有害的废弃物 应该交由 有资质的单位 经处理 不能作为建筑垃圾 来经满遇 然后最后一个呢 是施工之后 恢复 施工活动 破坏的这些植被 这是关于 绿色施工保护的要点啊 其他几个没有提及的 什么阳尘污染呀 水污染呀 还有这个噪声啊 光污染 进入垃圾啊 等等这些啊 其他几个 大家呢 也是一定要着重注意 这个点呢 是科学性非常强的一个点 而且这几年 我们一直在提倡环保 对吧 所以说也是应了 这个国家的这个大方案 好 这是我们本节课 给大家讲到的 这几个内容啊 这几个内容 啊 我们简单来回顾一下吧 好吧 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 小结一下 关于应急议案的分类实施 我们一起来回顾啊 关于应急议案的分类 有哪几个分类 来给我撬一下证据答案 对 一定要多手多动手啊 要不然字你都不会写 对吧 哪三个呀 有综合应急议案 专项应急议案和现场处置方案 检查时间 检查周期 检查周期 来检查周期 如果是综合应急议案和专项应急议案 应该是 每年 检查一次 如果是现场处置方案呢 应该是 每半年检查一次 还有一个每半年的 是哪个来着 还有一个每半年的 应该是 对 安全事故的应急议案 对吧 好啊 这是关于第一个 然后呢 我们就问到这里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 关于职业健康安全和实施的要求 然后在这里边呢 我们先来回顾一个啊 非常有分量的一个 关于这个质量事故等级的划分 有哪四个呀 有一般 交大 重大 和特别重大 对吧 特别重大 然后他们是按什么来进化分的 死亡人数 重商人数 和直接经济损失 死亡的话 一般情况下 一般事故的话是多少 三人以下 然后重商人数呢 是十个人以下 然后直接经济损失呢 是一千万以下 对吧 这是第一个啊 这是第一的 然后交大事故呢 是 三人以上 十人以下 这里呢 重商人数 所对应的是 十人以上 五十人以下 然后直接经济损失呢 是一千万以上 一千万以上 五千万以下 对吧 注意啊 这个临界值 三呢 归到的是这一档 然后十呢 归到的也是交大 然后一千万的归到的 也是交大事故 然后重大事故呢 是死亡人数 十人以上 三十人以下 重商人数呢 是五十人以上 多少 一百人以下 然后这里直接经济损失是 五千万以上啊 一个亿以下 最后一个特别重大事故 那就是直接三十人以上 这里呢 一百人以上 然后这里呢 一个亿以上 对吧 刚刚有推提到了啊 说这里 刚刚有推提到的一个问是什么来着 嗯 是死了 重伤五十人 重伤五十人 归到哪了 归到这儿了呀 重伤五十人 那就是重大事故 重伤五十人 什么叫弄死一人 是什么呀 五十人重伤 死亡了一个人吗 五十人重伤 死了一个人 那你肯定是旧高啊 也是属于重大事故啊 四十九伤 四十九伤 也是这个 这个党 四十九伤 然后呢 一个死亡 一个死亡 那不也是交大吗 对啊 肯定是旧高 啊 以伤的重的为准啊 安全事故才有下限 哎 哎 好了好了啊 肯定是旧高 你不要纠结了啊 考试没有那么多纠结的问题 啊 那是你们在现场 实际操作的板纹考试 不会考的这个 这么纠结啊 好了好了 不说这个了啊 开始五十重伤 然后死了一个 过了过了 过了 好 然后 我们再来看啊 然后第 这是第二个问题了啊 然后第三个问题 项目经理 在安全上 他的这个职责 来给我两个词 项目经理 在安全方面的职责 第一责任人 对 还有一个呢 对项目的安全 负全面责任 对吧 好啊 然后再有 给我写出几个危险源 来 写吧 五个级以上 满分啊 高空坠落 物体打击 触电 受限作业 对吧 写专业词啊 别写下小空间 写专业名词 好吧 书面用语啊 中毒 窒息 机械伤害 有毒 有害 好 五摩前 这个东西写的很好啊 高空作业 高空坠落 然后触电 机械伤害 火灾 受限空间作业 对吧 好啊 五个级上 满分 然后再有 关于绿色施工实施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比绿色施工管理的几个方面 管理的几个方面 哪几个呀 绿色施工管理的几个方面 再问最后两个问题 我们就下课了啊 嗯嗯嗯 我问的是绿色施工管理 不是原则啊 哎 组归施平安吧 组织规划 实施 评价 职业健康与安全 管理 对吧 组归施平安 注意啊 问的是绿色施工管理 组织管理 规划管理 实施管理 评价管理和安全 职业健康安全 环境保护啊 这是这么几个方面 这么几个方面 然后如果问你 绿色施工的技术要点 最后一个问题啊 这是最后一个问题了 技术要点 是什么 之所以给大家一个小节呢 就让大家收口啊 来看看我们这几个主要讲的哪些内容 技术要点 技术要点不是原则啊 对啊 应该是那几个标题 阳尘控制啊 造声控制啊 对吧 光污染的控制啊 然后还有土壤保护 水资源的保护 还有建筑垃圾控制啊 还有这个地下文物保护 对吧 这是这几个标题啊 你首先把这几个大标题都明白 好吧 好 这是对 七个标题啊 很好 好 那么我们就简单回过到这里吧 好吧 然后来看一下啊 我们大班课即将结束了 对吧 如果大家呢 听得还不够过瘾 然后接下来呢 大家有需要的话 可以看看我们的套餐师 今天呢 给大家推的是这个 一届零基础畅畅学班 各个里边 他所里边所包含的课程 资料 还有一些套餐服务呢 一会儿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呢 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助教老师 助教老师呢 会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解答 就是因为啊 今天会有在价格方面 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优惠力度的 那么这个时间呢 尽限直播课结束 所以说大家有需要的话 赶紧抢 好吧 那么在这里呢 我就先退出了 然后请上我们的助教老师 好吧 今天这次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大家先不要走 就上到这里结束了 然后我感觉很多同学 比较关心的 我们主播答案课的课程 主播答案课的话呢 已经是上完了 已经是上完了 所以的话呢 如果说大家还继续想听的话呢 可以加入我们包含 直播答案课的课程里面来 下周有课吗 可以关注一下环球网下APP 关注一下环球网下APP 然后我们今天的话呢 也是因为大班课要解课了 所以来到了我们的一个超大的一个力度 零基础 九十六位唱水班 也是我们老师刚刚给到大家推荐的一个班型啊 这个班的话呢 今天是全课历节2000 然后单课的话呢 就直接做到了七折给大家 现在加入的话呢 是可以马上开始学的 同学问到说金奖班是吧 金奖班的话呢 你可以先看20年的 我们21年的话呢 也要陆陆续续的开班了啊 所以如果说你就是冲了金奖班来的 你可以先看20年 然后我们在我们 九十六位唱选班的话呢 它的一个课程会更加的全面啊 像我们的基础课程强化的案例课呀 大家最关心的案例 还有优选题分班都有 考前的话呢 也给大家做到了一个考前模拟啊 直播密讯 考前实验子资料都有的 平时不懂的也可以来答应试题问啊 答应试题问 今天的话呢 我们是全课历减两千二 历减两千 怎么是20年的是吧 因为我们金奖班的话呢 21年的就还没有开啊 还没有开 所以的话呢 你可以先听着20年的金奖班 如果今天加入的话呢 我们是会给大家赠送20年的金奖班的 王克老师讲的一个班是吧 王克老师的话呢 会讲我们的案例特训啊 案例特训的话呢 就是王克老师讲的 只考单科基建也没有优惠 有优惠啊 单科全科都有优惠 单科的话呢 今天直接是原价七折啊 七折给大家 那我们的全科的话呢 就是利捡两千块钱 所以今天的话呢 因为也是我们的一个 就是做到了折后价给大家了 因为今天也是其他老师说 节课了 节课了 所以才有这个优惠 那你可以直接跟着我们老师来学 大班课错过的话呢 可以去看回看 如果说没有时间看大班课的 也可以去看金奖班啊 我们金奖班的话呢 也要陆陆续续的开课了 刚刚的同学问到说 哎我这个和自己在淘宝上买的什么不一样 是吧 那他们买的话呢 那就没有保障啊 同学 例如说这个从学服务 你今年如果说 哎我今年报考四门 就千秋百花了啊 不会啊 如果说真的没有考过的话呢 我们是从学服务的 但如果说你是在其他渠道买的话呢 就从学服务就不能保障了 如果说是四千多块钱 你花出去没有考过 那可能就也就没有给你 然后九十六分上学班 还有从学服务 但是想一次性通关的话呢 可以直接跟着我们 九十六分上学班来学 金奖班有多少 金奖班的话呢 我们目前是可以单卖 二一年的金奖班 是可以单卖的 给大家推一下坦窗吧 金奖班的话呢 单科是350块钱啊 是按本来啊 一门一门来卖的 以后一门是350块钱 但是金奖班的话呢 就不太推荐啊 不太推荐我们的一个小白头说话 基础比较不弱 同学加入了 如果说你是有一定基础的话 之前已经考过几次了 想只要一个班给大家 就是讲讲最新知识点的话呢 你可以加入看金奖班 但是说啊 但是说如果说你是小白同学 今年想一次性考过 尽快拿正的话呢 还是加入九十六分上学班啊 因为金奖班的话呢 上完之后 也大概就是 半个月或一个月的话呢 就会更新完毕了 更新完毕了之后的话呢 就不会再有课程了 像案例啊 怎么解题啊 考前这个 实验值给你花重点 这课都是没有的 平时的话呢 你也不能来打一次提问啊 这个就是买单班的话呢 还是会有一点点的一个缺陷的 但如果说是你加入的是零基础 唱学班的话呢 那就可以直接的有服务啊 专小服务 还有就是我们的协议 考试不过重学 还有资料包 大家给你啊 课程的话呢 也是很全面的 零基础唱学班的话呢 现在大家买的都是21年的啊 都是21年 都是最新的 给大家安排的课程的话呢 也是最新的课程啊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像我们大班课呀 还有后续的一个 呃 职务密序呢 案例特训 这些都是安排21年 最新的课程给大家 但如果说今年没有考过的话呢 呃 我们还是会有重学服务啊 考试不过第二年重学的 我们3047同学想说的是苏婷老师吧 苏婷老师的话呢 还是会讲积淀的啊 苏婷老师的话呢 在像金奖班 提伏 优选提班班都是会讲的 所以如果说你想听苏婷老师的课的话呢 还是一样可以加入我们九十六班才学班 苏婷老师 还有赵清风老师啊 都依旧会在 接下来课程的话呢 来给大家讲课的 那拍下同时的话呢 就填一下地址 因为我们是会有资料 给大家做报告的 像 民事讲义啊 有点真实提案的墙外本 收到加给大家 其他同学好有什么疑问呀 可以直接在我们公屏上打出来哦 看一下大家有什么的疑问啊 都可以说一说 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 是直接七折的折护价给大家的 单科到手七折 全科的话呢 是利减两千块钱啊 原价是六千九百块的 今天到手只需要四千九 这个大家免除了两千块钱 而且价格的话呢 已经是做到了最后的优惠价啊 也不用大家再改价啊 什么的 直接就是给大家 就是我们谈创价格 这是我们直播间 专享的一个价格啦 因为今天直播间的话呢 我们是直接 就是给他做到了价格的一个优势 如果你到时候退出直播间 去到官网之前买的话呢 可能都没有优惠的 因为官网很多时候的话呢 就就就这 或者说是只有我们的一个原价的 基电赵老师有课吗 有课的啊 赵我们赵金凤老师也依旧会给大家讲课的 后续的基电课程的话呢 苏婷老师赵金凤老师 王克老师也是会讲的 然后刚才很多同学问到王克老师的话呢 主要讲的就是案例特训的一个课程了 还有课表 看一下现在没有课表啊 同学现在没有课表 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环球网校的APP上面的课程推送 然后我这边看到 蜂蜂同学是已经买了这个课程的 你买过课的话呢 也是可以直接到学习中心里面查看 因为如果说有更新的话呢 都会在你的学习中心里面有显示的 那对于我们今天灵族畅学班还有什么疑问吗 都可以打出来哦 因为今天的王的职业是给他做到了七折优惠啊 七折优惠 单科到手价的话呢 最低是1112块钱啊 然后全课是利减2000块啊 利减2000块 这个力度的话呢 也是很大的啊 因为我们的大班课要节课了 所以才给大家做到这么大的一个力度 我给大家做到这个力度 看一下其他同学对我们今天的96分畅学班有什么难疑问啊 也可以提一提 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 活动力度确实是比较大啊 比如说之前买过同学的话呢 不用担心你之前早买了 就可以直接提前学的 就可以直接提前来学的 然后我看到风风同学之前买的也是1526块钱啊 你是没有买贵的 比如15颗的话呢 到手就是1526 这个是七折的优惠给大家了 是比较少见的 然后一般来到我们直播间同学知道啊 平时直播间就只有八折呀 或者八五折的折扣 很少七折折扣的 今天是节课了 可以给大家做到七折 而且零九畅学班的话呢 也是做到了就是这么低价的活动啊 因为这个大班的话呢 也是我们比较高端班系 然后折扣价的时间是比较少的 有课程还有服务这些 确实很全面的啊 你从基础到强化到充实的课程都有 就是一直到考前都有课 陪着你什么时间 该上什么课都OK的 然后服务的话呢 不懂的可以直接的来打一试提问 像赵老师啊 还有我们很多的教员老师都会在打一试给大家提问的 考试不过的话呢 还有不过从学的一个服务啊 然后下单同学的话呢 第二个填地址我们是会有资料来做把我到家的 那如果说你有在有余的话呢 那就可以趁着这个机会来加入 因为今天今天的一个活动力度的话呢 确实还是蛮大的 还是蛮大的 如果说你错过的话呢 之后可能虽然有优惠 但是也可能没有那么大哦 那最后就再给大家推一下我们的一个弹窗啊 然后还有就是公民上的这个链接啊 我再给大家推一下弹窗 大家可以点击弹窗购买 如果你有犹豫的话 你可以先下单啊 然后就先不要付款 以后我们这边会收到单付款订单的 然后你可以考虑一下再付款 或者说如果说是在用电脑端停课同时的话呢 也可以加入一下购物车都没有问题 因为这个折扣的话呢 仅在直播间有错过的话呢 那就呃 可能以后就没有这么低的一个折扣了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的话呢 就上到这里结束了 辛苦我们今天的助教香菜 那我们下次课再见吧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